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始新人的生存实况 永恒实况我做了差不多三个月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 那么这一次咱们的更新速度会变得更加的快 这一次我们要在充满神奇宝可梦的方舟世界里生存下去 他的眼前这一只嘴见龟了嘛 这就是神奇宝可梦 当然这是其他人的 还有别人家的喷火龙 还有一只蒜头丸 不对 这是害了花的蒜头丸 哦天呐 前面有个大炎蛇 大炎蛇正在被这些阿罗拉的拉达给欺负着 好家伙 请不要在意我的这个人物长相 毕竟在宝可梦的世界里 都是充满了这个怪物对吧 既然要好好的和他们相处下去 那么自己的话也要长得像怪物 才能好好的和谐三组对吧 这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当然在我这种方舟老鼠的面前 什么宝可梦模组 那简直是有手就心 这个出生岛已经是有很多玩家在这里安家了呀 因为我们玩的是服务器嘛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安家地点 我的目的就是驯服这里面的所有生奇宝可梦 屏幕面前的你愿意跟随我的脚步 一起去成为这个宝可梦 大师妈 前面有个雷秋在和这个老王八进行战斗 啊不是这不是雷秋 这是小拉达 这拉达的话是会偷东西的 救命 这个拉达会偷东西 很恐怖 快跑 好家伙 这下的我什么都惹不起呀 我还只是个小萌新 救命 哇这里好平整 这里山高水秀 可以就在这里了 哇这里风景真的是特别好 哦这边有一个这个铁甲俑 不对 这个的话是叫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玩意叫什么 咱们打他一下 他是会使用技能 好了他使用了技能变硬 他变硬了 他硬起来了 他变硬之后 我们再打他的话会变成这个一滴血 你看他变硬了 他又变硬了 他好硬啊 我打不动了 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不知是什么 好家伙 这是一只闪光的小火龙 别看他这个样子 说实话我也在奇怪 他为什么 哎呀救命 完了我缺水了 哇前面那是什么东西 一万八一下 好的这里 哎呦还在追救命 救救我 啊不屁 有人吗 有人吗 完了 看起来附近的玩家 啊他在这里 救救我 救救我 你打他呀 你打他 快 你打好一点呀 天哪 救命 好家伙 这个人是真的大兵 我们走吧 别靠他了 天哪 千万不要把你的命运交给其他人 你看 这好吗 这不好 但你能不能别催我了 喂 哦 这是别人家的空岛 风哥 他们 他们有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哎 我下水看看 下水的话 他应该 就打我了 哎呀 没耐力了 哎 我下水 他不揍我了 啊 这 这咱又没欠你钱 是吧 这个 给我欠了你 十万八万的 这追着我干啥呢 我又没打你 真的是我委屈啊 我委屈 讨厌啊 既然那个地方的话 还是不能安家 咱们在这边安一个家 也是挺不错的 可以看到在这个方舟大陆上 有着大量的这个神奇宝可梦 我们的目的就是驯服他们 驯服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打晕 鬼肉啊 就这么简单 好好好 现在我的思考做出来了 咱们的人物等级 已经达到这个三级 咱们今天的目的很简单 我们建造一个基地 那就可以了呀 加深深下去 那肯定是少不了一个基地的 先做出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是一个中国风建筑墨的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中国风建筑 一键合称 非常的持有 现在我们就会话不多说 把它做出来吧 好家伙 还饿了 咱能吃石头吗 开玩笑 怎么可能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这样一个简单的基地就完工了 本期我们并没有进行太多 也没有给大家展示如何去训这个神奇宝可梦 但是下一期就是我们的征战 真正的开始 本期只是给大家做一个铺垫 咱们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这个果子 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话 就直接开始我们的神奇宝可梦之旅 那么好的 我是一只茶们 如果你也期待这个神奇宝贝系列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